我切了一半肉突然发现我要教我们孩子那一代怎么切肉 你看现在这块肉我已经切了一点了 然后你拿着那块肉呢 这个刀呢就是一个手按着这里 但是也不要太靠近 然后你看那个刀就下去 拍不下来 然后就尽量的薄 今天这个切的是牛肉你看哦 就这样切下去 就是这样的哦 你看每一刀 你看凉一下就是很薄 然后你这个手就在这里 它不会切到你的手的 因为你在刀的后面 你看 又一块 再看一下哦 这个这个是你看你看那个肉是这样哦 这个刀是很大的 你看那个刀先摆在那个肉的旁边 很薄一块 然后你那个手指呢 就按在这个刀的旁边 也不要太靠近了 你看 这很容易 就很容易嘛 这样切 你看这个肉是这样哦 那个刀就是我们中式那个菜刀 那个肉呢就是 这个手指在按住 这个四个手指按在这里 你不会按到这里的肯定是把 你看按到这里有一点点 然后那个肉呢就是你看 切的它是三到四毫米 那 这一块 就过去 这今天是牛肉 还有一点筋你看啊 你看 你看 你这个手指 那块的手指就这样放啊 然后你这个刀呢你看 你这个手指不要放在前面 就放在那个肉的 差不多靠近你的 看它5cm 5公分之外 然后你看那个刀 下去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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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不是很薄吗 那是很薄的 是吧 再来一块 再来一块 你看 你看 这个就是大概有多少毫米 两大毫米 你那个手这样放着 然后那个刀 你不会切到你手 放在压了手指吧 你这个就是 就这样切 按着这样切 就是 在那个肉的后面 刀的后面 你看 又是瘦肉更加 你看 就这样 再来一次 再看一次啊 看清楚点啊 你看 那个手指是这样啊 你 你 你这个四个手指 四个手指 再按下去 按到那块肉 然后那个刀就是 在那个手指前面 你看 2到3公分 它就会这样切的吧 你看 它不会切到你的手的 这样你看 因为你 你按下去 有一定的力度的 啊 所以 那切肉是这样切的 而且 那切肉呢 这个是横的 然后你就打 跟它那个 纹路是随直的 那切出来就是这样的了 是吧 好的 好 下面我教大家怎么 这个切菜啊 你看刚才我拿的那个酸菜 那你就这么几根 那我就分两次吧 分两次哈 分 就是 就是 你看 那个头呢 我就切掉它 看到没有 那个头切掉它 然后这个头 这个地方不要切掉它 然后你看 把它拧干水 我拧干水 就是不要那个水 啊 这个 然后怎么切呢 你看 一样的跟切肉 你可以切树的 也可以切横的 今天我们就简单一点 就切横的 你看哈 这个 这个手就这样放 你可以放远点 你害怕的话 刚开始害怕 你到很熟练了 就放得很近的 这个就是 你看 切得很薄的 就是放到前面 一切 一切 是吧 你可以切薄一点 切厚一点 就随你变了 你看 你这个 它不会切到你的手的 你那个刀是压紧进去 你手指在后面 是吧 你看 你看 你看我的手是放在这个地方 嗯 然后你 你一边切你 你的 你那个手 就往后退的 你看 这个 往后退的 你 你这个 这个 刀的平面 会碰到你的手指 你就会往后退的 你看 你看 它绝对不会切到你的手指的 这个时候 你看 嗯 你看 你看 就是 这样切 这样切的 你看 往后退的 你看 就切得很薄的 那个手 你看 看得很近 但是你刀下去 你的手 你看刀下去 那个手才放下去的 你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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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 不 这个手指不 不断的往后退 知道没有 不断往后退 很快就切完了 好 现在就 下面还有这小小小的四块 嗯 你看看 这个头我们把它那个头切掉 你看一下子一刀你放整齐 一刀 那个手也不放太远了就不好抓 它不会切到你的 你看 那个刀是这样 往下 一切 那些东西我都不要 放旁边 然后你就是 你怎么怎么放怎么舒服 你就这样切 那你看 这个 你那个刀下去 不要怕 你看 那个 那个手啊 放靠近那个 那个刀片那里 但是它不会 你 你要不是傻的 你不会切到那个手那样 你就是往前面的二到三的毫米那里切了 是吧 你看 然后那个手不断的往后退 不会切到你的 你慢慢可以试着 就会 就会切得很好的 我们也不要像它切得很薄 那个片鱼生的 你看 就这样切 你把手就往后退 往后退 往后退 不会切到你的 你看 就是这么简单 看 今天学会了 切肉和切酸菜没有 有些东西 就好了 就好 跑到地下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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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